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最近是有一些新的作品 对吧 和吴景岩的二次合作 上时 对 上时 跟那第二次合作感觉怎么样 有什么不同吗 就 大家公司同事嘛 就是很熟悉了已经 上来就不需要磨合咯 可以直接进入状态 而且这次这个戏是跟美食相关的 对不对 对 主要是讲美食的 有没有 就是大饱口服 还好 就这不吃胖了吗 真的吃胖了 因为这个戏 真胖真胖 火锅啊什么什么 现场就直接吃了 是真的好吃哦 真好吃 不是那个道具啊什么的 不是 直接涮肉 然后有调料的 你说到美食的话 你作为主人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下 你最喜欢的恒店美食 最喜欢的恒店美食啊 我吃的比较散 我其实都喜欢 就是狮子头啊 什么国贸的饭店啊 什么都喜欢吃 所以现在在恒店没有说饮食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就能够充分满足 没有 主要是我也不太挑 不会说特别讲究吃的 对对对 除了上时之外呢 还有一个作品就是爱的二八定律 这是跟杨蜜在一起合作 对 跟她在一起合作感觉怎么样 那蜜姐当然很优秀啦 然后跟蜜姐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感觉特别好啊 大家有很多人评价就是你的现代妆和古代妆 那你本人来讲你更喜欢自己的现代妆还是古代妆 其实目前都不太喜欢 因为正在减肥中 两部都挺胖的还 你还用减肥啊 是啊 我现在也在减啊 你各自打分的话你会打多少 现代妆多少分 都四分吧 三分四分吧 五分制吗 十分 好谦虚哦 我会更努力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们也享受这场光影盛宴好吗 作为主人的方式 好 谢谢 谢谢 期待你的作品 好的